昔日一间小旅社,到中国最大的旅游央企,它根植于香港这片土地,秉承旅游报国,服务大众的理念。 历经世纪沧桑,与香港同呼吸共命运,也见证回归25年,两地由隔阂到往来无间的变迁。 疫情来袭,它又是首位香港的抗疫先锋,迎南而上,实践驻港央企的责任担当。 香港,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这里有着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多元文化,共存共生。 2018年到访香港的旅客人数,达到了6000多万人次。 然而这一切都因为新冠疫情的来袭,戛然而止,访港游客大幅度减少。 2022年初,第五波疫情爆发,让整个香港按下了暂停键。 各行各业都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在中央权力支援下,全港社会各界齐心抗疫,发扬狮子山精神,共渡难关。 这其中,有一家驻港央企,始终站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守护着香港。 它就是香港体量和影响力最大的旅游企业,中国旅游集团。 中旅呢,它是根植香港,立足香港,发展香港,有90多年的历史了。 它可以说在很多方面已经深深地融入了香港这个社会。 所以在香港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中旅人,他会有一种责任担当,去积极地参与抗疫的工作。 因为我们呢,积极组织有关方面的力量,发挥我们的专业优势,在这个住宿,接待,交通,这些保障方面呢,做了大量的工作。 2022年3月16日下午,香港第五波疫情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批300人的内地远港医疗队,从深圳联堂香园围口岸,启程奔赴香港。 他们乘坐的一辆辆带有香港市民熟悉的红五星标志的巴士,正是来自中旅集团所属的香港中汽公司。 全程陪伴他们的引导人员,来自香港中国旅行社。 红五星标志的中旅大巴,不仅往来于深港之间,同时还穿梭在香港的大街小巷,为内地远港的工作队,医疗队,专家组,提供点对点的通勤保障。 现在看到的通勤用车的项目是我们为在亚洲博览馆工作的内地远港医护团队所提供的从酒店到亚洲博览馆点对点,闭环式的一个通勤保障用车服务。 我们的司机要克服两个多月不能回家的困难,为内地远港医护团队提供安全便捷的通勤保障服务。 我们先看看,今天有什么物资呢? 嗯,好东西。 嗯,行了。 好。 接着回到酒店了。 香港第五波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先后出动的保障车次的车列达到了700多车次。 先后完成了广东省内地远港医护团队的在香港的服务用车保障。 还有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的在港用车的保障任务。 还有中建在香港援建不同的方舱医院它的援建团队的保障任务等等。 应该说为香港的防疫的工作尽了我们的最大的努力。 同样隶属于中旅集团的酒名围井酒店,坐落于旺角与荷文田之间的窝打老道,是香港最繁华的商业、购物、娱乐地段,更是主要的交通枢纽。 这里曾是备受旅客欢迎的一家四星级酒店。 而当疫情来袭,这里早已停止接待游客。 香港第五波疫情之中,九龙围井酒店担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化身成为香港安老院护工的家。 在3月6日开始到现在,酒店总共接待了安老院护工446人。 他们都是来自社会福利局下面不同的安老院,总共入住了11,776房门。 廖惠明2006年加入香港中旅集团围井酒店,在中旅集团服务了16年。 从今年2月初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他就和酒店同事们一起进入了封闭式管理。 从2月初开始进行闭环式管理,保留了最低限度的员工数目在这里提供服务。 大概每日是48位左右。 这48位同事都不会每日放工回家,我们在酒店提供客房给他入住。 每15日就会换第二批同事进来酒店论班工作。 我本人大概从2月初开始到现在都没回过家。 和同事一起在酒店里面提供服务和工作。 我本人在酒店里面提供服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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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 最后那些无限的都是感染,同事感染,小朋友也感染。 黄敏珍在香港安老院社工作了18年,同事习惯称他为阿明。 他所在的安老院出现多人感染之后,为防止病毒危及更多老人, 特区政府安排安老院社的老人和护工都转移到隔离酒店进行封闭式管理。 在安老院的工作人员非常好,我上班时就说, 你慢慢,你在那里知道怎么办,我说非常好。 因为这些有口必应的,我用什么事呢,一个电话拿到前台, 那些小姐非常好,那些送餐的工作人员,真是有口必应的。 在安老院护工入住期间,酒店为他们提供生活起居的移应物资, 包括每天的三餐膳食和每周的房间清洁。 九龙围井酒店在新冠疫情两年多以来, 已经承担过多次隔离酒店的任务, 因此对于酒店员工来说,相应工作早已驾轻就熟。 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基本上我们现在做的事, 可能我们会自己很保护自己, 或者是好像前线的员工,穿好一些保护衣, 然后口罩转过来比较好一些, 比较保护自己,还有劲一点洗手, 做一些消毒工作会好一些。 在2020年初, 香港特居政府为了达到外防输入的防疫政策, 实施了入境旅客要入住酒店隔离的规定, 因为香港市民对新冠病毒未有太大的了解, 普遍存在恐惧的心理, 住大部分的酒店当时是拒绝了接收入境旅客, 在酒店隔离的订房, 我们的酒店为了支持特居政府外防输入的政策, 同时得到同事大部分同事的支持, 我们的酒店是首批愿意接收大量入境旅客的酒店。 卫生署对指令隔离酒店的要求很高, 也很严格, 所有的酒店申请完之后, 他们会派专业人员过来做一些酒店的测试和检查, 包括卫生署本身, 他们会派医生护士来看, 也会找基电工程署的人员过来测试酒店的通讯系统, 符合标准, 他们才会批准酒店去做隔离酒店。 2020年8月, 国家卫健委针对当时香港的一波本土疫情, 迅速组建了一支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 全力协助特区政府筹备火眼实验室, 普及核酸检测的计划, 而支援队当时下榻的酒店, 也正是九龙围景。 国内医护团队入住酒店, 实际上医护人员每天工作回到酒店之后, 身体都非常疲倦, 我们也看在眼泪。 在医护人员退房回到国内之后, 酒店同事在他们的房间里, 总共收到77位医护人员的留言信, 感谢我们酒店在他们入住期间的关怀和照顾。 其实应该是我们感谢他们支援团队离开家, 原赴香港提供帮助。 位于九龙半岛西北部的深水部社区, 是香港人口最为密集, 也是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这里也曾是第五波疫情的重灾区。 进入2022年4月底, 这里的石峡尾村正在派发抗疫物资。 陈国伟是深水部居民联会副理事长, 同时也是香港中旅集团旗下中缅国际有限公司的员工。 他和同事们响应集团号召, 深入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同香港人一起共渡难关。 今天的派送活动并不是用于防疫, 而是针对新冠肺炎的康复者发放保健汤药包。 之所以能有这样细致的考虑, 或许是因为作为志愿者的陈国伟, 也曾中招感染了新冠, 进而加入了康复者的行列。 我记得我刚刚病的那几天很辛苦, 骨痛, 痛到甚至睡不着, 但是又需要隔离, 连家人都照顾不了自己, 自己一个叫做好闷, 好无助, 什么都做不到, 就好像困在一间房间里面。 其实我觉得现在第五波疫情稍微缓和之下, 其实接下来的, 那一批的康复者是怎么办呢? 也都需要调理。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阶段, 我们希望透过今次, 也都有一些清费润费的汤包, 希望派发给他们。 陈国伟从中学时代就已经做起了义工, 他认为帮助别人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出一份力, 才能尽快地战胜疫情。 我当大家都是家人, 当大家都是一份子, 我们全香港就有家, 我们都是中国人, 当有哪一位家人不舒服, 身体不适, 或者需要帮忙, 或者面对什么情况, 只要我自己有能力的话, 都希望出一份力去帮助。 他还懂得, 区区是小个国区, 现在很细心, 绿色通道我还有, 绿色通道我自己滑上去的。 哈啰,哈啰,妈妹。 好了, 挺漂亮的, 很漂亮的。 好吗? 我帮我和妈妹一张照片, 妈妹实在是太可爱了。 3、2、1。 来, 喂, 还有啊, 好漂亮啊, 奬勵你们两个。 真的漂亮。 给个开合, 开合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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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的特殊时期, 一个个陈国伟这样的中旅人, 在抗疫第一线, 承担起央企的社会责任, 与香港同心同行, 共渡难关。 1923年, 并称人征敬礼, 我图员工的著名银行家陈光复先生, 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 后改名中国旅行社。 这是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旅行社。 1920年左右, 上海商业银行的银行家陈光复先生, 他一公共要去外地, 去了一家英姿的旅行社, 入到去之后, 那个接待员来说, 爱你不理, 不理他, 他等了很久, 没有人接待他, 反正有个外国人进去, 那个接待员就帮外国人, 拼命做事, 服务, 他一生气之下, 觉得没理由, 在中国地方, 我们和华商船票, 都是很得人一等, 他自己觉得自己中国人, 要有一家旅行社, 为自己各人服务。 1928年4月1日, 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正式成立, 旨在发扬国光, 服务行旅, 承载货运等功能。 在近百年的新履中, 香港中旅成为了香港人心目中, 最熟悉, 最信赖的品牌之一。 香港中旅证件服务九龙东中心, 即使疫情期间, 还是有很多市民来自办理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香港中旅的品牌很重要, 人家说有些人未必懂怀孕, 有些人未必懂招商, 有些人未必懂中银, 但个人都懂中旅。 为什么呢? 一个来说, 你办回乡政必须找中旅。 中旅社早期的业务, 以客运为主, 抗日战争爆发后, 旅游业务已基本陷入停顿, 而运输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 一方面是人的辗转, 一方面是物的流动, 中国旅行社在这一领域, 恰有自身优势和经营特长, 无论是国宝难运, 承运货物, 还是输送民众, 营救精英, 中国旅行社都一马当先, 亦不容辞。 我听前辈说, 那时候因为是三、七年, 日本就是侵华了, 古宫那时候有些宝物, 就是由北京运到南方, 我们中旅社那时候, 因为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旅馆, 有我们的接待人员, 或者有工作人员, 包括货人方面,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负责运送不少的宝物, 由北京运到南方里面, 当然有没有来到香港, 坦白说我就没有清楚了, 但是直到南方, 广州,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情况, 当然了, 日后那个发展, 包括所知道, 有些是返了台湾的, 古宫那边,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但是我们是保护了, 我们国家及保密, 这个是很真实的, 那时候没有在日本人手上, 新中国建立后, 香港中旅配合祖国的外交政策和外贸政策, 贯彻统一战线方针, 继续为华侨、 华人、 港澳台同胞服务, 同时自力更生, 开拓业务, 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1971年, 那一年恰逢中美乒乓外交, 香港中旅受国内委托, 负责美国乒乓球队, 香港段的接待, 也是那次接待工作, 香港中旅向祖国以及国际社会, 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今天, 由香港中旅办理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其实被俗称为回乡证, 它所承载的, 不仅是几代香港人对于返乡的记忆, 也一路见证着香港与祖国有隔阂到往来无间的时代变迁。 1979年, 时逢改革开放, 港澳同胞返乡经商, 旅游, 探亲的人日益倍增, 因应应港澳同胞办理回乡证的需求, 急需提升办证效率, 当年7月加入香港中旅的李希敏, 负责受理发放回乡证。 如果在1979年之前, 香港居民如果要进入内地, 他需要去到楼湖口岸, 在楼湖口岸, 边检人员出示香港的证件, 然后经过审核之后, 发了一张很简单的入境批文, 当时叫做回乡介绍书, 拿着回乡介绍书, 你才可以进入内地, 但是当时如果你要申请回乡介绍书, 你去到楼湖关口的时候, 好话没听, 真的要起码有半日的时间, 排队, 面见, 登记资料, 到处理, 真的起码三至四小时。 香港市民要去到国内, 就要在关卡里面, 就写回乡介绍书, 很多公公婆婆, 不识字, 或者是讲讲周话, 国内有边检边房, 就不识听, 他们那时候写回乡介绍书就很辛苦, 所以我们在香港中旅社, 那时候就是除了卖票之外, 是帮这个客人代填回乡介绍书。 除了办理回乡证之外, 为华人华侨办理签证, 协助通关, 也是当时中旅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新中国成立之初, 廖承志曾如此定位香港中旅社。 华侨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他们爱祖国, 爱家乡, 一代传一代。 旅行社的工作重点, 也是团结海外华侨华人, 团结香港, 澳门, 台湾同胞。 在港从事旅游业数十年, 从华侨事务基层干起的姚思荣, 对中旅所担负的这部分职能, 也深知其重要意义。 1979年, 大家记得有改革开放了, 开始。 这段时间内地就开始可以做一些旅行团, 让他们去华侨回内地看一看, 在这个情况之下, 很多华侨, 他们没有机会, 以往是去探亲, 后来就可以去旅游, 当然更加开心, 我们最高那些21日, 甚至更长时间的团, 最先爆满的, 很多华侨想, 可能一生去一次回内地, 他们想一次看完中国的情况, 如果当时自己去, 可能酒店住不了, 住走廊都有的, 但如果跟团, 他们预先订好行情, 那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这段时间, 这十年, 中旅在整个海外的知名度, 包括海外的一些旅行团的安排, 是得到海外的华侨朋友的认同的, 所以我觉得中旅当时, 是将这些正面信息, 给了海外华侨, 而使得中国和海外之间, 互相沟通, 互相了解, 这个很重要的, 1997年, 香港回归, 这一年, 也是香港中旅, 得以飞越发展的一年, 集团接待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 他们都是来见证, 这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的, 对我们那时的接待来说, 就是真是无言不智的, 包括以前历史怎样, 那时候派给那些华侨华人, 这些华人都很细致, 印刷小冊子, 历史过程怎样, 派给他们, 对香港的回归, 情况怎样, 中间谈判过程怎样, 都我们让小冊子给那些华侨华人, 使他们知道, 我们的前段历史怎样, 回归之后, 香港, 一国两制之后, 将会怎样, 给大家更认识的, 自1997年香港回归后, 两地来往更加密切, 过去沿用的回乡证, 愈发显得过于繁琐。 1999年1月1日起, 香港中旅社受力申请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1月15日, 通行证正式发证及启用, 为达到新证高标准的要求, 中旅社在材料运用, 图案设计等方面不断研究, 对证件在耐用性和防伪性方面反复试验, 确保新证件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今时今日, 香港人反内地, 只要持有一张智能化的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在手, 就自然畅通无阻, 过关核对身份程序不需一分钟。 香港中旅在回归后25年的时间里, 其实也不断面临危机考验。 2009年, 中旅旗下湾仔围井酒店发现手中猪流感个案, 集团上下顶住压力, 奋勇当先抗击疫情。 整栋酒店是封闭来的, 很多游客当时很不满, 突然间封了不让他们走, 我们酒店方面当然要做大量的公关工作, 特区政府当时成立了一个小组, 我也有份参加一些会议, 除了如何保持当时湾仔围井, 安全、卫生, 和传媒当时围着湾仔围井, 如何处理当时危机。 所以我相信他们也因为我们承担社会的责任, 愿意去自我隔离, 对于社会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同时大家一起一起去抗疫, 令到今次过完这七天之后, 可以解封一间酒店, 我相信是对于世界各地的访港旅客, 应该对于香港旅行业的信心, 包括我们的酒店的服务, 也都是大大提升的。 其实除了这些表面湾仔围井之外, 后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怎样在禁闭旗之后安排这些旅客离开, 当时大家担心这些旅客怎样离开, 譬如证件问题, 机票问题, 接送安排问题, 如果他们去到机场, 没有得住, 如何住哪里, 我们也当时住度假村的。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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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件事得以完美解决, 当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以来, 中旅集团又一次站在时代教育的考验下, 2020年以来, 克服疫情对集团业务冲击, 着眼于维护香港社会稳定, 促进青年就业, 新增135个管理培训生岗位, 并大力开展港籍人员招聘入职工作。 截至2021年8月底, 集团港籍员工占在港员工总数比例为92%, 捷径所能保就业、稳就业、促就业, 获得广泛赞誉。 香港立法会综合大楼坐落于港岛天马舰, 是香港立法机关首座专用大楼, 于2011年落成启用。 2022年1月3日,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90位新当选议员, 由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监视, 第一次在国徽前逐一许下爱国爱港的庄重宣言。 中旅集团旗下,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姚百良, 也成功当选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 本人姚柏良, 紧以致诚, 据实声明及确认, 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在立法会首次大会上, 摇摆良议员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反映旅游业的困难, 期待政府对旅行社、酒店、旅游交通及其从业人员提供精准迅速持续的支援。 其实就不是我选这个时间, 是一个时代选了我。 旅游业在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局之下, 过去这两年, 我是很清楚我们业界需要些什么, 我们存在什么问题, 我们未来要怎么走。 所以正正是给了一个机会我去实践, 跟我们业界一起去奋斗, 一起希望能够为香港未有的旅游业去做出我们的贡献。 立法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 充分展示了完善选举制度的优势, 是民主发展的里程碑。 新选出的议员相信香港的未来一定由志而新。 香港第五波疫情期间, 有百两议员深入基层, 为居民发放防疫物资。 通过香港传媒界, 为社会各界共同抗击疫情献祭献策, 传递中旅人齐心抗疫的最强因。 市民实际上对我们今届的立法会 是有很大的期望的, 所以我们应该说我们有很大的压力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做到多些实事, 希望能够推动政府去推行梁正善治, 贴地施政。 在这方面来说, 刚才说, 其实我们议会是一个监察的机构, 一个立法机关, 具体做是有行政机关做的, 政府部门的工作, 它的效率, 它的政策的推出。 这些工作, 我们从议会的角度来, 我们是一个监督, 一个推动, 一个配合。 多年以来, 香港中旅集团积极参与香港社会事务, 推动香港的繁荣稳定。 集团鼓励员工竞选议员, 为行业发声, 维护香港市民权利, 已经形成了一种企业文化。 中旅集团旗下, 中国国旅旅行社行政人事部经理梁文广,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疫情期间, 他冒险深入社区, 了解居民需求。 是啊, 你好啊, 一来一来。 你真的一来啊? 是啊, 不怕不怕, 你坐得了, 你不用理我。 是啊, 我开盆灯啊, 帮你。 拉入不同的口罩了, 有些快速检测啊, 有支票白水的, 也都有一些汤包, 有一些消毒酒精。 我自己作为九龙西的立法会议员, 而九龙西, 包括深水埗和油尖旺, 都是香港较为多基层居住的, 根据政府的统计, 其实最多汤房, 最多最基层的就是九龙西这儿, 深水埗和油尖旺这两个区。 而我们今天来到, 虽然就不是一个劏房的私楼区, 是一个公屋的社区, 但是也都知道, 因为公屋的居民, 其实一路以来都是生活在较为基层的社会状况, 在疫情里面, 也都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大, 长期冲在抗疫前线, 就要直面风险。 期间, 梁文广也曾不幸感染新冠病毒, 但他仍充分履行立法会议员的职责, 向政府建言献策, 在与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 关于财政预算网上会面时, 提出50多项建议, 如争取再次派发1万元消费券, 以推动消费及舒缓市民困境, 扩大两元乘车优惠至全日制学生等, 为后疫情时期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这次你当时很好, 整天帮我, 你都知道, 地理高整天帮你, 家里那些电脑, 什么都来帮你。 那帮到就尽量帮了, 所以我很好, 一定要帮我, 千万不要这么说, 尽量帮我。 我只要你找你。 不要不说这些, 有些不够的就出声, 都尽量帮忙。 因长期服务于深水埗的居民, 梁文广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早在2011年, 他就成功当选为深水埗的区议员, 为当地市民处理公屋问题, 争取福利。 2022年的立法會選舉 梁文廣當選為香港立法會議員 這一次他看到了不同以往的新氣象 因為過去我們知道 立法會選舉的制度 其實是取悅小眾 是將一些地區上面的議題討論 擺在一邊 大家都是希望討論政治 甚至是用抹黑的手段去上綱上線 因為只要拿到百分之十 或者十多人的支持 你就已經可以贏得到選舉 所以在以前的制度 我們看到的選舉論壇 或者在地區街上的宣傳 大家都是互相攻擊 大聲罵 罵得越好聽越開心 這次選舉就不一樣了 基本上大家的過程 全部清一色 都是討論民生議題 市民關心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可以改變到選舉的氣氛 亦都真的可以落實到 我們愛國者 真正治港的這個原則 入職中旅集團後 梁文廣還利用自己議員和中旅人的雙重身份 成為深水部居民和集團的聯絡人 建行集團 只跟香港 新系國家 服務社會的理念 基層那部分 其實我們集團 都是有一個中旅義工隊 其實在過去亦都有 落地去到我們公共屋村 或者基層的社區 去幫他們做清潔 幫他們去探訪 其實可以繼續通過這種模式 去將一些物資 或者是一些關心送到基層裏面 雖然他們住在劏房 住在公屋 或者住在不適切的居所裏面 但是透過我們中旅集團 義工隊 送亂這個行動 令到他們感受到 一些溫亂 亦都可以幫助解決了 小部分的 生活的需要 這樣也是我們集團 現在的優勢 作為在港中資企業 中旅集團肩負著在商延商 和在商延政的雙重使命 到2001年 更是提煉了愛國 愛港 愛中旅的企業精神 在2008年 中旅集團旗下 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榮譽董事長盧瑞安 當選為港區人大代表 積極為香港的發展 現言現策 我每年都參加了兩會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提建議 提議案 這個很重要 實際上我在2008年 到現在今年是2002年 我在十幾年裡面 我提了差不多有成 一百個建議 每年我都有七至八個的建議 當然來說 我方方面面都有 最多的就是關於旅遊 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後 盧瑞安要花費更多的時間 關注社會問題 作為香港旅遊界的行業翹楚 她投身香港中旅的四十餘年裡 她用自己的專業精神 推動著一個行業乃至社會的和諧 關心國家 關心香港 關心社會 反扶給社會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集團來說就是 剛才講到了 從這個區議員 社區工作 我們是落到基層 我們有五到六個區議員 在不同的地方 做地區工作 了解最基層的情況 這方面就讓我們知道整個香港社會的發展情況 另一方面又出盡業務 基層往往需要各方面的要求 包括旅遊 包括辦政方面又出盡業務 另一方面來說 我們很參與這個就是業界工作 剛才我提到我們有一個香港中國旅遊協會 香港中國協會是我們的牽頭 我們是團結一批旅行社 實際上來說 我們基本上香港千幾家旅遊協會 我們大家都有所接觸的 我和香港的幾大旅遊協會 大家都是關係很密切的 我們是令他們認識 包括認識這個國家 包括我們國家如何實施好國家安全法 包括如何促進這次選舉 如何做好它 從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 再到年輕的香港議員姚百良、梁文廣 中旅人見證了在中央支持下 香港回歸以來旅遊業欣欣欣向榮的景象 也見證了國安法實施之後 香港迎來由亂到治的新局面 愛國者治港得到落實 疫情終將過去 在未來香港政治發展的新階段 中旅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歡迎大家來到CDA Beauty的直播間 我們今天又見面了十個一周 大家有沒有很想我們 白斯特是中緬國際營銷部的高級專員 他剛剛開啟了一場直播帶貨 新冠疫情的爆發對於我們的 整個旅遊行業是影響非常大的 我們中緬國際它主要的業務是旅遊零售 我們的機場店因為疫情的爆發 所以基本上都已經是關門戴業的狀態 更是我們剩下的CDA Beauty店 正如你現在在的這個門店 人流量也是大大的減少 因為和內地的不通關的情況 所以對我們來說 這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2019年的社會動盪 加之持續兩年的新冠疫情 讓香港的旅遊業 酒店業 零售業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 中旅集團旗下免稅店 著手於線上的一些平台對接 開始了線上銷售的模式 在我們的CDA5直播間與大家見面 那我是日常的邀請 通過我們線上的這個分銷體系 我們帶動了國內已經完全停工的 100多家免稅店實現了復工復產 為我們國內外幾千名的員工 以及他們的家人提供了生活保障 這一點還是我們非常驕傲的 這次疫情對中旅的影響 只能算是中旅在成長之路上 眾多阻礙中的一個 1997年10月至2000年初 港中旅集團曾遭受 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 出現了嚴重的信用和財務危機的狀況 當時來講集團是困難的 當時因為借了很多錢 我們投資到很多不同的項目 包括酒店或者其他投資 那怎樣處理呢 一是收縮 當時集團說不如這樣吧 你們養這麼多人不如財源 減少開支 當時我們跟我們公司的領導談 如果你財源 你的收入更加少 不如我們在 雖然說回內地來香港跌借 但是去海外 或者香港人去玩這種心態 沒有變的 還是很大的需求 不如改變個策略 不單止不財源 我可以分社 在香港旅遊經濟低估期 中旅集團冒著巨大風險 非但沒有裁員截流收縮 反而擴大門市 增加了30個分社 實際上我們後來 都好像沒有用這個錢 銀行可以放些 同意借貸給中旅 後來中旅這方面都 慢慢做也好 就不需要在這方面發展 但是從這個事實再講 當有危的時候 如何將危轉危機 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中旅集團全體員工團結一心 歷經圖治 在較短的時間裡扭轉了局面 使企業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 甚至在面對2003年 SARS病毒的洗禮之後 中旅集團更是有了長足的發展 香港的旅遊業最大的轉折在哪裡呢 就是2003年 SARS 當時SARS 香港整個經濟是崩潰的了 是入境 整個城市都死城了 都不敢出街 差不多之前的疫情一樣 在這個環境之下 到六、七月 那個SARS 就已經遠離了我們 社會開始復甦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中央很關心香港 問怎樣幫香港 當時特區政府提出開放自由行 好不可以 就當時開放自由行 對香港以後的經濟旅遊 尤其是經濟 帶來很大的幫助 一直延了十幾年 經過不斷的開拓 中旅集團已形成全產業鏈要素 遍佈內地、港澳和海外 近30個國家和地區的 全球化旅行服務體系 在港業務探蓋旅行社、政檢、 水陸客運、免稅、酒店、 金融、郵輪等多元化產業 其中中旅免稅 不斷探索新零售免稅服務 在海內外開設200多家免稅店 搭建線上線下全方位購物平台 中旅酒店 在全球持有和管理近200家酒店 數萬間客房 旗下擁有 維景、瑞景、旅居三個特色品牌 中旅金融 在港運營個人信貸和保險等業務 旗下安信信貸 在港擁有26間分行 在本地非銀行內個人信貸行業市場 佔有率近三成 排名第一 中旅郵輪開啟了自主郵輪品牌的全新旅程 旗下古浪羽號已經投入運營 我們要提升在港的行業影響力 20.8億港元 建成後 酒店樓高100米 預計設有530多間客房 本項目是中旅集團 在香港地區進行資產盤活的重點項目 也是中旅集團在香港開發的第五間酒店 目前這一片就是我們未來酒店的一個大堂 我們這個酒店總共預計是28層 是一個中高端的商務精品酒店 目前我們自己的預計是打造一個五星的 一個酒店的樣板這樣 虹堪這個位置 這個一直是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當然這裡面也比較特殊 所以我們後面通過跟政府申請 增加的行人聯橋連接地鐵站 所以這邊的交通是很不錯 另外它也避離香港理工大學 所以後面也會跟理工大學的一些 比如說學生 學者提供一些服務 所以這個是一個挺優位的位置 我們還是挺看好的 2021年 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 約12.6萬億元 是中國經濟最活躍地區之一 也是香港旅遊業最重要的客源地 宏堪酒店2024年1月試營業 預計那時新冠疫情基本結束 旅遊業將出現報復性增長 宏堪酒店將借助大灣區的東風 迎來開門紅 香港做一個國際大都市 也是灣區的一個引擎 過去幾年經歷了困難 但是我們也覺得到了一個 再出發的階段 而且是長遠地 我們看好香港的發展 也是真金白銀的 投上信心的一票 另外就是說 實際上也是看好大灣區 我們相信大灣區的 8千萬客流 是整個香港的一個 堅強的消費後盾 近年中央提出多個政策 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 並將香港定位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以歷史文化豐富旅遊元素 將旅遊資源融為一體 提升旅遊的內涵和價值 其中香港西九文化區 是落實有關政策的重點項目之一 中國旅行社特意安排 讓客人走進西九文化區 感受藝術文化氛圍 讓客人一睹為快 以香港為基點 拓展一帶一路項目 把握海外疫情防控放開後 休閒旅遊的復蘇機會 以香港為全球化發展的橋頭堡 加快布局一帶一路地區的 旅遊目的地 旅遊零售 酒店等業務 不斷提升國際化發展水平 助力構建國際國內 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歷經風雨 同舟共濟 香港與廣袤的大陸相依相生 在這片不大的土地上 勤奮進取的香港人 為這座城市注入了無窮的活力 中旅人也緊跟香港前進的步伐 用堅韌 不屈不撓 面對一切挑戰 這個疫情過後 都是第一個選擇來香港 一個近 文化相通 它的旅遊配套比較好 除了剛才講的硬件之外 飲食 或者購物 都是內地人向往的一個地方 作為駐港央企 我們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 我們根植香港 立足香港 服務香港 支持香港 要農力成為 香港融入國家大局的践行者 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升級的破局者 改善香港民生的重要參與者 我想到我們香港人都很熟悉的一首歌 《獅子山下》 它有這麼一句話 叫《銅州人》